新城乡公所举办新城乡资源回收 再利用创新公益教育延期活动 报名对象是全乡的环保志工 因为超过100人报名参加 因此是分为两个场次来上课 响应资源回收的政策 减少垃圾量所引发的污染 从源头减量在创意当中来实践 也让更多乡亲可以协助乡公所 共同来打造环境优质的慢波好行程 资源回收在利用创新公益教育延期活动 是乡长合理台任内首创的活动 已经迈入第三年了 延期内容分别为 资源回收居家摆设 以及回收拼布课程等等 而这次搬离资源回收塑料花式 以及资源回收环保购物袋延期 新城乡长合理台先衍生保修 先衍出王民 新城乡名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新城乡名代表邓可平出席关心志工伙伴们 并且支持公所资源回收 在利用的推动 新城乡长合理台也与资源一同来学习 特别对所有社区环保资工 为新城乡环境维护 与其付出表达感谢 并且加冕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新城乡呈现一片整洁干净 事工团体的队长 干部门 大家好 今天体质很努力 这来自修盘两天到外面 应该是一头真美 这个要 谢谢大家 这几年来 我们的环境 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心结人力 是比较不足的 各位要出草 不要收到车 请人行道很速 就是临时的事务 皇帝等等 可以说都非常非常的辛劳 各个社区 在各位 保资工的协助之下 安静 可以说受到 将近一分肯定 谢谢各位的帮忙 今天做这样子的保资源 在英国的创作 主要目的是要 让我们大家知道 资源维修的重要性 资源维修的重要性 我经常在女书上面 也看到 甚至在赖情组上面 我们所有的 环保资工 毕竟假日的时候 在各个所属的社群 村里里面 来尽一己之力 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 感动 谢谢大家 因为有各位的付出 谢谢环境 非常非常的优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参加活动的资工学员们 在老师悉心的指导之下 各个悉心投入的制作 将废弃的宝特品 瞬间成为 观赏的装饰花艺 制作精美的环保勾带 大家都感到 相当的有成就感 更表示 新城下的环境 在乡长与公所的团队 重视之下 改善的非常多 因此让更多乡亲 有加入环保资工的热忱 一起维护 新城家园的好环境 这次相当荣幸 与志工 所伴们 共同欢度 深居意义的假日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